台中市南屯区的大光街和大敦石街口 当地住户多车辆往来频繁 但因为路口没有装设红绿灯 大小车祸频传 有议员就拿出数据了 从108年开始 平均一个月发生一起车祸 要求交通局要正视民众需求 尽速来架设红绿灯 银色轿车行驶到一半 路口突然冲出一辆机车 双方闪避不急转个正着 骑士联盟跳车爱车就这样硬生生倒地 事情发生在南屯区大光街和大敦石街口 大大小小车祸事故在这里经常发生 光前两个礼拜我下哨的时候 来这边7000买东西的时候 现场就有看到警察在处理车祸的事情 从大光街往向心南路那边的时候 汽车因为没有红利灯 所以它开了很快 我刹车也来不及 也是发生车祸 就连住在当地的竹尾也是车祸苦主 而肇事主因 矛头只向这里没有红绿灯 摊开这个路口近几年交通事故 及死伤情况统计表 108年发生13起事故 109年15起 110年则是14起 其中有10起造成人员受伤 而今年光是1到4月就发生了5起事故 平均不到1个月就发生一次 单单我本人就已经会看了很多次 每次都以各种理由 说是没办法设没办法设 那我在这边要强调 政府存在的理由当然就是替人民做事 或者你不做事你就不用存在了 危险路口迟迟没有装设红绿灯 交通局说是因为架设号制灯杆 需要与住户协调 近期会在与当地民众沟通 交通局下周将再次前往会议 尽快取得共识 装设红绿灯将敌事故 发生率